上个礼拜大概就是几个重点 因为礼拜五的话时数比较长 所以我们讲的比较多一些些 那主要的重点就是第一个 如何把全省邮局的地址 总共25个档案呢 就是写一个程式全部把它合并在一起 也就是25个马上把它合为一 那当然以后是不止25个 250个2500个 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因为跑回圈 电脑里面不管你数量多少 反正一下子全部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以后呢 各位一定会遇到这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呢 人家给你的一个RAWDATA 一个DATA的话 那可能他就不是说 给你一个已经处理好的一个档案格式 那变成你要自己呢 去把你要做的 比如说你要做一些统计分析之前 做报表之前 那你可能要先预先整理出 你要的那样的格式 或者那样的栏位 比如说我们前面有嘛 比如说我要只要其中两个栏位 有没有 他给我五个栏位 我要两个栏位 那怎么办 你就必须什么 先把它用SPRIT 有没有 SPRIT那个函数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点像资料剖析啦 那当然如果你用以色谷做资料剖析 它的优点是看得到 它的缺点就是说你每剖析 你就要用人工做一遍 那人工做一遍 意思说如果你有100个档案的话 你就用人工你要做100次资料剖析 有没有 那当然是很浪费时间的 可是你跑个回圈 那就是电脑在帮你跑 那其实做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一个是用人去做 一个是用电脑做 那当然想也知道啦 说真的 你会希望自己变成回圈吗 OK 如果你 所以啊 你特别想啊 如果你每天重复做某些事情的话 那你就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用程式把它 写成一个回圈帮 帮你代劳就OK了 OK 那其实 这个 只要你用到电脑 只要用到data 其实都有必要 那在这个领域里面 因为big data的关系 big data的 这个定义里面 第一个啦 一定要量 资料量一定是大的 对不对 那再来怎么 可能来源 资料来源不确定性 可能有什么什么 有数字 有文字 也有日期 等等的 还有各种格式 另外的话呢 可能分新的速度也飞快 所以你会发现 你要怎么去接招 OK 如果说以前 你用土法链钢来做的话 说真的啦 你无法应付这种 大数据时代的需求 所以怎么办呢 还是非得要学一点程式吧 OK 虽然呢 Excel这个工具已经够好用了 对不对 对一般人来说啦 已经如果你要把Excel里面的功能 全部学会 已经算是很厉害了 在职场上已经可以吃得开了 但问题 我觉得还不够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资料量更新速度 现在太快了 你可能只会用Excel 慢慢已经不服使用了 而且Excel里面很多功能 还是没办法办到 那怎么办 视力还要用新的工具 所以呢 微软就推出了什么Power BI 你们后面好像有课程 就Power BI 那Power BI就是解决什么 Excel它有部分 处理大数据分析 这一块的不足 但是Power BI也不是万能的 因为它也是图形化工具 也就是 如果你要做一些什么 比较客制化的需求的话 那你还是非得要写程式 所以归结起来 有啦 它有多改善一些问题 但问题 它还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 去解决 这个这个 怎么样让一些问题 完全符合你工作需求 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嘛 那如果说我要用套装的 那套装它只能够针对某部分 它想得到的工作内容 帮你预先先写好一些功能 但如果刚好 你的工作里面就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那怎么办 还是回到原点 最后我发现 一定要自己写程式啦 否则的话很多事情还是办不到 最后你可能用了用这个功能 用到最后 如果还不行 不行 怎么办 等于还是又走回原点 乖乖乖来学写程式吧 OK 那当然用Pithon的好处就是 它的程式基本上已经简化很多 像比如说我们要合并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程式 里面大概就了解几个特性 第一个你要开档 有没有 所以开档两行程式 那写档存档两行程式 但是只是要把模式改成A嘛 A模式 Append Append 进来 那其中的话呢 就是把档案读起来 把它存起来 另外的话 我们又多学了一个用 OS.Walk 有没有 Input Input OS 那OS 这个模组里面呢 有一个Walk的方法 蛮重要 有没有 就是你希望呢 知道说 某个目录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档案 那你怎么知道 OS.Walk 就OK了 那这部分当然 有没有 这边有提到 另外就是还有学到OS 其他的什么方法呢 像Remove方法 删除 或者判断说 某个目录里面 是不是有某个档案 比如说我要 合并完之后 合并成O.TST 那我要把另外的25个档案 全部删除的话 那我怎么样 如果它的档名不等于 O.TST 就帮我Remove 所以这边有个Remove方法 那再来的话 还有 如何再把那个档案 合并回来 不不 刚刚是合并 再把它分割回去 所以有合有分 有分有合 其实工作里面 很多时候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 常常要 把一个总表 做切割 按照你类别需求 做切割 然后切割完之后 又要把它回复成总表 那边何来何去 我以为可能一个部门 我要把资料分出去 你们全部资料填完 就再回来 我要会整 会整的话 就要把他合并 因为我要给老板看 你总不可能说 我分的乱七八糟 给老板看 毕竟被骂死 所以还是要把它合回来 所以常常都是 分了之后再合 合了之后再分 来来去去 所以如果你可以用程式 快速的把这件事情做完的话 那当然你就省掉很多的力气 很多的麻烦 OK 所以怎么做 很有印象吧 这边的最最最最重要的 我们用到一个 字串的里面一个函数 它有一个方法叫fine fine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了解一个特性 就是字串 有没有 字串那个 我们有个变数 s 那你如果字串的话 你可以后面加中瓜胡 中瓜胡哪个字到哪个字 有没有 这边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第零个字到一百个字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零的话是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的话到一百零一个字 不跟这样 应该是到一百个字 因为这边是到哪里停下来 跟那个range很像 那意思就是说 我要这个区间的这一些文字 而不是全部的文字 也就是说你希望 把某部分文字抓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叙述 这个还蛮方式 就是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像Google的结果 你Google关键字 那你会发现它 它会给你一个连结 底下的话呢 会帮你截录 有没有 那一个连结里面的摘要 那它怎么做到的 也许就是帮你算前后文 前几个字 后几个字 然后并且把你找到那个keyword 涂个颜色 那不就是类似 用类似的方法来完成吗 OK 那这个图画呢 就还蛮重要的 因为 我以前自己也写过 那个全文监索程式 所以对这个东西并不陌生 所以我那样的写是把我以前的经验 把它套用在写python 那以前可能就不是用python写 以前可能用java写 以前可能还用那个sharp写过 以前还用那个vb写过 不管啦 反正以后或以前怎么写都没关系 反正逻辑一样 你就可以马上写出来了 OK 所以一些东西逻辑比较重要 你如果懂了逻辑 那你再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结果就OK了 那另外的话呢 再来我们就用什么呢 字典 就是dictionary 那字典的话呢 它最重要是披一个大括弧 那里面的话有两 你可以把它视为两个栏位 两个串列 一个是key 一个是value key跟value 那key的话有个特性 就是不会重复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你今天资料有放重复资料的话 记得哦 我本来认知是一直流价低 后来的认知 后面的资料会把前面盖过去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做那个资料库部分 那怎么样产生资料库 我们可以用什么 那个内建的一个seqlite资料库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seqlite的资料库 第一个 它是所谓的单机型的 也就是它会产生一个档案 它是档案型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将来要跟别人共用资料的话 用这种资料库的话 可能不太恰当 因为你要怎么分享给别人用 你可能就要用所谓的server型的 像什么myseql 像msseql oracle之类的 那不过呢 特别注意哦 刚刚讲这些资料库 它都有共通性 就是共通一种语言 叫seql语言 也就是我们前面做的事情 其实不太需要做什么变动 就可以把它转移到哪里 转移到其他资料库 所以如果各位对其他资料库有兴趣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 再多学一个所谓的myseql 这边有个myseql 那myseql这个资料库 最早呢 是用在 跟那个 有一个叫php的一个语言 就是做网页的 以前是php加myseql 用的最多 然后来的话 慢慢 大家觉得这个资料库 它真的是 是怎么讲 第一个 它是自由软体 没有费用问题 第二个的话 它稳定性非常高 所以大家很喜欢用它 就把它拿来用 所以不只是说跟php搭配 其实跟java 跟手机的app 或者跟什么 跟python 跟vba 其实都可以搭配 那也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一个仓库 资料的仓库 那我就把它放那里 以后的话 其他的城市 都可以来这边抓就对了 那至于 它的这种使用方式 其实基本上 跟seql 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但最大不一样 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其实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myseql 架设起来 它有一个懒人包 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 可以用sampl懒人包 把它架设起来 加车的方法这边有叙述 那另外的话 它的跟前面最大不一样 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 input一个外部的一个外挂 就是去连接 那个myseql的一个模组 那连接的方式 我们有个连线物件 其实最大不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server 所以你必须跟它讲几个讯息 第一个 那台server的IP位置在哪里 第二个 你的什么呢 你的破号是多少 3306 那还有你的账号密码 还有你的资料固在哪里 还有你的编码方式 这些都要给 你如果都给对的话 也一样可以连接 那你也一样可以跟它 做资料沟通 可以包含就是什么 可以做insert into 有没有 select delete update 这些都一样 所以这部分的话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 稍微再了解一下 那个myseql的部分应用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再往前推进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是讲到这个seqlite资料库的一个范例 所以请各位再试试看 把那个什么呢 第五个单元后面我记得好像有个 请各位做个练习吧 因为我们前面有个member.tst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那个member.tst 这个档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全部写到资料库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稍微再来的东西 在这里 ok select delete update 那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这个 会员资料 如果我今天需要做个练习 这是1到50个会员的档案 档案我是放在云端白板嘛 我们这边有个member.tst 如果我今天希望 请各位帮我怎么样 当然我们之前有下载过了 下载成tst 这50个会员呢 我希望怎么样 请各位帮我把它怎么样 把它直接写入到资料库的话 这50个人 诶 我要怎么写到资料库 那当然第一个哦 诶 一样嘛 假设我要全部写进去的话 那第一个我要先一样 create一个什么 一个资料database 我们之前是先新增一个cursor01.db的资料库 第二个的话建一个table table 也许我们本来叫table01 不过这个也许叫member member01也可以 有没有 然后再来要五个栏位 我们之前两个栏位 现在变五个栏位 然后呢 再把这些资料 读取 读取的话 就是f等于open openmember.tst 然后把它怎么样 诶 可是问题哦 五个栏位哦 所以势必你要怎么 用split的切割 切割完 切割的话注意一点 读的话要避开第一列 因为第一列是栏位名称 不要读取 从第二列开始 切割之后怎么样 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怎么样 放到insert into里面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请你把这个档案 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去的话 要该怎么做 这很基本的动作哦 OK好 请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这个范例的话 就把前面的东西结合 再跟资料库做串联 还有呢 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希望写进去之后 再帮我用slate的语法 帮我把它读出来 这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练习看看 其实说真的 不算太难 但是你必须把前面交过的东西 在把它熟悉之后 所以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 member01 你要先把它开档 所以你不用急 逐一逐一来完成 第一步就是 先把它 档案开起来 记得切割嘛 切割的时候 避开第一列 切割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 这里面每个五个资料 那底下的话 就要再配合资料库 资料库做什么 insert into insert into到哪一个table values 五个东西 它就会怎么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帮我把它放进去 最后如果我希望 看到最后的结果 那就是类似的方法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上一次上课的 先稍微复习一下 然后熟悉 再来就是什么 档案结合资料库 好